早上的最新消息要來關心到 一間心靈企業管理顧問公司 遭到踢爆說違法開設心靈成長機構 誘騙學生繳納高額的學費 不法獲利高達了4000萬元 那麼台北紀檢署在昨天展開了搜索調查 並且約談負責人和講師等7個人 但是沒有想到 就在昨天深夜11點多 關鍵人物履姓負責人被移送 要復訓的時候 突然間出現了10多名的親友 衝上前護航 大家不斷地揮手 甚至撐開了毛毯 避免負責人曝光 讓場面陷入了混亂 最後在警方搭受的喝釋之下 才成功地化解了場面